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我们要谈论的是前总统特朗普最近在密歇根州弗林特市的一场市政厅会议中提出的震撼计划 对所有墨西哥汽车进口征收高达200%的关税 他声称这一措施将使这些汽车在美国无法销售 特朗普自豪地提到自己从中国获得的巨额收益 并强调关税的必要性 甚至开玩笑提到自己可能成为攻击目标的原因 这位前总统的强硬立场不仅反映了他对美国制造业的深切关注 也揭示了他与民主党之间的根本分歧 随着选举日益临近 这些经济政策的辩论将是选民们关注的焦点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收看今天的六度解析特别节目 我们将深入探讨前总统特朗普 近日在密歇根州弗林特市举行的竞选市政厅会议上的讲话内容 这篇报道来源于福克斯新闻 在这场由阿肯色州州长沙拉·哈克比·桑德斯主持的活动中 特朗普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计划 他表示将对所有墨西哥进口的汽车征收200%的关税 他声称 这一政策将使墨西哥制造的汽车在美国市场上无法销售 特朗普在讲话中强调关税的重要性 甚至称其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明 他自豪地提到自己在任期间从中国获得了4670亿美元的收益 并声称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 特朗普还分享了一个关于他在汽车制造业的朋友的故事 这位朋友曾邀请他参观美国的一家现代化高端汽车制造厂 但遗憾地告诉他 美国只有小型的汽车制造厂 而主要的大型汽车制造厂都位于墨西哥 且大多由中国公司运营 特朗普对这种现象表示不满 并坚决表示将对这些汽车征收高额关税 防止他们在美国市场上销售 他在讲话中指出 他们以为可以在墨西哥生产汽车 然后把他们卖到我们这里 而我们不会对他们征税 特朗普断言 我将征收200%的关税 这意味着他们在美国是无法销售的 他在宣布这一计划后 还半开玩笑地提到了 自己可能因这一决定而成为攻击目标 表示 你想知道为什么我会被枪击 他补充道 只有有影响力的总统才会被枪击 然而 特朗普也明确表示 你必须做你必须做的事情 他强调 我们必须勇敢 否则我们将不再有国家 他的这种强硬立场显然得到了部分美国民众的支持 福克斯新闻在报道中 还引用了退休汽车工人布莱恩·潘内贝克的采访 这位工人解释了 为什么他和其他支持特朗普的汽车工人 会选择支持前总统 而非现任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潘内贝克提到 特朗普不仅反对民主党推行的电动汽车强制规定 和其他绿色法规 而且用更严格的贸易规则取代了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 他认为这些政策对美国制造业更为有利 他内贝克批评哈里斯对制造业和经济缺乏了解 并指出他的背景是 就金山的自由派地区检察官 后来又成为加州的检察长 他表示 我们都知道加州发生了什么 他们毁了那个州 显然 在这些工人眼中 特朗普的政策更加实际 更能保护他们的利益 福克斯新闻在发稿前 试图联系特朗普的竞选团队 已获取进一步评论 但未能在截止时间前收到回复 从多个角度来看 特朗普的这个计划 无疑是为了争取美国制造业工人的选票 首先 这一计划表明了 他对美国制造业的关注和支持 通过对墨西哥汽车征收高额关税 他试图将制造业工作岗位带回美国 这一政策迎合了许多制造业工人 对失业和经济不稳定的担忧 尤其是在过去几十年里 由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协议 许多制造业工作机会 流向了工资更低的国家 其次 特朗普此举也反映了 他对全球贸易体系的不满 他认为 当前的国际贸易规则对美国不公平 使美国在竞争中处于劣势 通过征收高额关税 他试图改变这种局面 保护美国的经济利益 这一观点在他的支持者中 引起了广泛共鸣 因为他们认为 美国在现有的贸易体系中被剥削了 然而这一政策也引发了广泛的争议 在经济学界 大多数专家认为 保护主义政策虽然短期内可能对制造业有利 但从长远来看 会损害整体经济健康 高额关税可能导致进口商品价格上涨 进而引发通货膨胀 最终损害消费者利益 此外 贸易伙伴国可能会采取报复性措施 导致贸易战的爆发 对全球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特朗普的这一计划也反映了 他与民主党在经济政策上的根本分歧 民主党 尤其是像卡马拉哈里斯这样的进步派 通常支持开放的国际贸易和环境友好型政策 他们认为 全球化和技术进步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应该通过提高教育水平和技能培训 来帮助工人适应新的经济环境 而不是通过保护主义措施阻止变化 总的来说 特朗普的这一政策提案是其竞选策略的一部分 旨在争取制造业工人的支持 然而 这一政策的实际效果和长期影响 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在未来的选举中 这些经济政策将继续成为选民关注的焦点 并可能对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今天的六度解析特别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的收看 请大家继续关注本节目的深入探索 更多精彩内容等着您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者想法 欢迎在我们的社交媒体平台上 与我们互动 再见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楚天书 特朗普的200%关税计划 无疑是一个大胆的举措 旨在振兴美国制造业 这一政策将迫使企业重新考虑在美国设厂 创造更多的本地就业机会 特朗普曾成功通过与中国的贸易战 获得巨额收益 这次他将相同的策略应用于墨西哥汽车进口 无疑将产生类似的积极效果 历史上 关税政策在保护本地产业方面有着显著的成效 例如美国在19世纪对欧洲进口产品实施的高关税政策 成功地促进了本土工业的发展 大家好 我是谢琪琪 楚天书 你是在搞笑吧 200%的关税简直是自杀 这会让美国消费者付出更多的钱买车 乃至于让美国经济进一步滑坡 看看我们的北方邻居加拿大 人家可是完全依赖贸易的国家 却从不敢搞这种极端的保护主义 再说了 特朗普的关税政策 已经给美国农民和其他行业带来了严重的困难 根据牛津经济研究所的数据 特朗普的贸易战已经让美国经济损失了3000亿美元 你还想让我们再损失更多吗 谢琪琪 你的笑点真低 没错 短期内可能会有些波动 但长远来看 这是对美国经济的投资 试想一下 如果我们能够吸引更多的制造业回流 增加就业机会 这不仅有助于减少失业率 还能提升国民的生活水平 特朗普的关税政策 无疑是他美国优先战略的一部分 这一策略在NAFT的替代协议 美墨加协定 ASMCA中已经出现成效 保证了更多的美国制造业工作岗位留在本土 楚天书 你真的相信特朗普的童话故事吗 事实是 这种极端保护主义只会让美国更孤立 全球化的时代 国际贸易是不可避免的 你说的那些好处 都是建立在一个理想化的世界里 而现实中 我们看到的是企业被迫提高产品价格 消费者只能掏更多的钱 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报告 关税政策将使每个美国家庭每年多花费约1300美元 你能说服美国的家庭 这是他们想要的结果吗 谢琪琪 你的数据是挺有意思的 但别忘了 这是一场长期的博弈 历史上 许多国家都通过适度的保护主义 实现了经济的长足发展 看看德国和日本 他们的成功部分依赖于对本国重要产业的保护 再说了 这也是为了防止美国被外国企业操控 特朗普在竞选中提到 他的朋友告诉他 大量的汽车厂已经搬到墨西哥 这对我们的经济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这次关税政策是用来扭转这一局势的有力武器 楚天书 你真的是活在过去的世界里 德国和日本的成功是因为他们有高效的产业政策 和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 不是因为关税 你提到的那些保护主义的成功案例 其实大多数是因为他们在全球市场上找到了自己的竞争优势 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只是让美国变得更闭塞 更孤立 根据经济政策研究所的数据 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已经导致美国失去了超过30万个工作岗位 这就是你的美国优先 谢琪琪 30万个工作岗位的损失可能只是短期的阵痛 长期来看 我们将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 我们不能因为眼前的困难而放弃长远的利益 事实上 特朗普的政策已经开始显现出来 根据劳工统计局的数据 美国的失业率在他任内达到了50年来的新低 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成功 楚天书 你说的那些数据都是选择性的 事实是 特朗普的关税政策让我们的盟友和贸易伙伴对美国更加不信任 这将使我们在未来的贸易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 最后 我们不应该忘记 这种极端的关税政策也可能引发贸易战 而贸易战没有赢家 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 全球经济因贸易战可能会损失超过1.9万亿美元 这就是你所谓的长远利益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订阅